那在我們就是剛才講的鐵道岩路群的這個 有機會成為世界遺產的潛力點的機會 目前唯一一個獲得全區保存的就是台北機場 那今天他們也有那個葵廟 來跟大家說明說他們當初保存的一些經驗 然後跟大家做個分享 欸 大家好 我在這裡就好了 其實我今天來有剩下兩個經驗 一個是台北機場的經驗 另外一個其實是正在搶救中的經驗 我其實想問大家想要聽成功的經驗還是還沒成功的經驗 都要 好吧 我先講台北機場好了 就是大家知道在那個金華城對面 跟我們送菸的北邊 其實有一個以前台鐵在修火車的地方叫台北機場 是大家知道嗎 對 然後他其實很幸運 就是 一度他其實是要像松菸那樣子被開發 就是說 可能會有一半的古蹟留下來 但是另外一半他就是要蓋大樓 他現在大樓名字都取得很好 但是他的大樓名字叫做支援性設施 就是說要來支援這個古蹟 所以我們要蓋一堆很高的支援性設施 那譬如說我們會用商場作為支印 我們用旅館作為支印 就是本來是要變成那個模式的 那我覺得是 應該是我覺得那個松菸的例子 實在是當時也是巨蛋嗎 牧樹 所以其實有引起很多的關注 所以讓台北機場也有了一線生機 就是被關係 那另外當然是因為台北機場這個空間也很特別 因為大家知道火車其實是非常庶民的經驗 每個人都搭過火車吧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整個鐵路是地下化的 其實我們沒有很多可以親近火車的空間 除了說你在月台上看到他 然後你坐在裡面之外 比如說我們的小朋友很喜歡化火車對不對 可是其實你沒有 你幾乎沒有一個 住在都市裡面的小孩幾乎沒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靜下來觀察火車長怎麼樣 那台北機場有幸就成為這樣一個空間 因為其實裡面啊 這個是我們當時辦導覽的時候 就是在他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的台北市政府其實是 剛好也辦了一個活動在裡面 所以我們當時去搶救了夥伴就想說 既然你剛好開放一個月在裡面活動 那我們也進去辦我們自己的導覽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辦了活動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裡面就有鐵軌 說在我們都市裡面的小孩 其實很難得有機會可以看到鐵軌 這麼近的距離 所以其實小朋友看到那個鐵軌的時候啊 就是都非常的瘋狂 就像瘋了一樣 會這樣想在下面走路 那我要用這個例子是要講說 其實我覺得人的記憶啊 是可以透過很多的方式重新回來 告訴我們說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 但是因為南港平台工廠也很可惜 它其實現在是封閉的狀態 我們沒有辦法很親近就是去認識它 所以我覺得其實 也許大家剛剛在談那個紙上面 談的一些願景的可能 我覺得是很希望說 它能不能讓我們重新進去 譬如說 我相信一定有附近有些居民 也許是以前在裡面工作 我就有曾經在那個時候 夥伴進去佔領的時候 外面就來了一個以前在南港平台工廠裡面 當講師的大哥 他就在講說他在裡面的故事 其實我們很希望說 有沒有可能老員工也進去 開始講那裡面的故事 然後因為老員工也有第二代第三代嘛 對不對 他的孫子他的小孩都可以來 一起來聽爸爸的故事啊 那我們其實在台北機場 當時彈導覽的時候也是這樣 有很多台鐵的員工 要不他就是帶著自己的小孩來 要不然就是他的小孩帶著孫子來講 阿公以前在這邊工作的故事 那其實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那因為我們當時辦了這個導覽 那當然也因為當時 柯文哲選前承諾了要全區保留嘛 所以後來有了一個機會 就真的把它保下來 變成了國定古籍 而且是全區喔 不是只是單動單動而已 那所以用這個例子也要回來 就是當然要講一下柯文哲啊 他當時選前的三個承諾嘛 就是在文史資產上面 一個家和新村 一個南港平台工廠 另外一個台北機場 那台北機場是保下來了 那這兩個沒有保下來的 他前陣子不是還在說 有些事情只要做到 雖不滿意 但可以接受就好了 那我就會覺得說 欸既然你台北機場 你可以把它 你可以敢承諾說要保下來 那為什麼 另外兩個案子 你不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待他 而是只是要做到 看起來他好像覺得 只要做到60分就可以了 那這可能不是我們當時支持他的原因 我們不是只是把一個 40分的市長換成60分的市長 我們就滿意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是大家還要再繼續 持續關心他 才會再有新的壓力 那另外一個我想要講的是 我剛好最近也參與了一個叫做 三井搶救北北山的一個計畫 就是名字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可能大家不會那麼不熟悉 大家知道 按南綁平台工廠其實是放在 所謂什麼 東區門戶計畫裡面 對不對 那有東區門戶計畫 應該就有另外一個 相對的叫做 西區門戶計畫 那你們知道西區門戶計畫要幹嘛嗎 不知道 名字喊得很響亮 然後我們的官員每天都會在 開記者會推虛自己的計畫 可是其實沒有人知道他要做什麼 那西區門戶 因為我對南港說實在我不是很熟 但是西區門戶計畫 大家齁 我猜想即使是住南港的人 可能也會有點熟悉 是因為他 就是從我們的行政院開始 你就想像從行政院開始 然後你會往西邊走 你會遇到一個什麼 你會遇到火車站 有沒有 那火車站往西邊走 會有台氣 在往西邊走 為什麼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空地 然後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走 這就是淡水河嘛 就是大概是從行政院開始 往西邊推的那一個 那一塊就叫做西區門戶計畫 那其實 只要是老台北 我相信都知道 那一塊應該會是老台北人 很重要的一個門面 那政府當然也就是說 因為是門面 所以我們要來用力的整頓它一下 因為那附近實在有點亂 那問題是 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因為是老台北人的基 那表示說 那邊其實有很多重要的 記憶歷史建築 是在沿路上面的 那結果我們就發現說 在他的那個西區門戶計畫呢 幾乎把這一些重要的建築 有一點點就是像是 就讓他再見了 那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才會開始意識到說 我們必須要一個介入 那譬如說呢 在我們很重要 我們知道 西區門戶計畫 有一個很重要的 古蹟群 就是有鐵道部 有我們的台北郵局 還有我們的北門 這些應該都是大家 非常清楚的 古蹟嘛 對不對 對 那可是有一棟 可能大家沒有那麼清楚的 哇 怎麼這麼醜 我這個是照片啦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位子嘛 北門在最中間嘛 然後 右邊那個台北郵局 然後左邊是有一個叫做 福台街洋樓 都是很漂亮的建築 現在也都綁下來囉 然後呢 我們的左上角是我們的那個 北門捷運站 然後當時因為在做工程的時候 就發現 挖出了我們清代的城牆 所以 現在有一些移植 就被保留在那個捷運站裡面嘛 然後呢 有一個鐵道部 就是以前台鐵的辦公的關設 那更早之前其實也是台鐵修火車的地方 我們的台北機場前身其實在這邊 後來因為那個地不夠用 才移到我們松山信義這邊來齁 然後呢 有一棟橘色的 有一些人有印象 可能有印象 騎車的時候 可能會看到 有一棟怪怪的建築 它叫做 三井物產 諸事會社 舊倉庫 那 大家看前面的名字 三井物產 諸事會社 就會想到應該是一間日本公司嘛 齁 它應該是在1913年 蓋的一棟建築 當時就是 我們的三井物產 現在還是日本非常大的公司 齁 等於是日本人來的時候 就把它帶過來 然後它就開始在這邊做 我們殖民地的生意這樣 那我們為什麼想要保這個古蹟 因為呢 政府有一個計劃就是 我說西區門戶計劃嘛 它為了讓它自己看起來有點氣質 所以它也把這一個 重要的穀基的這個聚落呢 就是想要把它重新設計 因為大家知道那個北門 現在其實上面有中校橋引道 就是很 就是景觀很醜 所以他希望把那个忠孝桥引道拆掉 然后让北门露出来 让大家更愿意去亲近北门 因为那边现在交通是有点混乱 他想要重新整顿交通 然后在他整... 在他整顿过程中 其实他就想要把这个三井仓库呢 就移掉 那其实我们觉得很可惜 就是说因为这个三井旧仓库呢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包括说其实当时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就是说当时这个三井物产 因为它是个大公司 它当时就很大 就是189几年它就很大 他来台湾做生意 他做什么生意 大家一定有印象 台湾当时最夯的几个 我们的三宝 张脑 糖 还有什么 茶叶 这些生意他都做 他等于就是说 日本总督府就把专卖权 给这个三井 因为这个三井呢 在那个日本打仗的时候 也出了很多钱 其实跟我们现在的那个 老板会给政府一些钱 然后政府也会给老板一些好处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故事 然后呢 所以把当时台湾的一些专卖权都给了三井 那这三井当然因为这样赚了不少钱 那这些钱呢 又回到了总督府 让总督府可以做更多 也许他还要再往南边去扩展嘛 那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三井 如果可以留下来 其实是可以讲一些故事的 比如说因为当时他们 要专卖蟑螂啊 其实是把一些原住民赶跑 就为了要取得更多的土地 可以种茶种蟑螂 所以就是把原住民赶跑 那那些被赶跑的原住民 其实到现在都还不能回到他们的故乡 这其实是一个蛮悲惨的故事 到现在都还没有被获得的解决 那我们是很希望这个地方可以被留下来 如果我们要讲说 我们的城市的门户 就是那个门户可能不是具体的 要盖一个新的什么东西 而是说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地史 或是说大家人民的地史把它留下来 我觉得那个门户的认同 应该是要从心里面开始 是从你心里面觉得有感觉有感受 而不是只是盖一些好像很大 看起来大家观光客都会来拍照 然后会来打卡的那个建筑就叫做门户 所以我们很希望 现在另外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是 就是这个山景仓库的抢救 这样这是介绍给大家知道 那一样就是说 因为它是被放在西区门户计划 那跟平盖工厂在东旭门户计划一样 好像都一旦讲到门户计划 就只有唯一的开发 那我觉得是不要忘了 除了开发我们有更多的可能 应该要在同时要开发的时候 要一起讨论的 对那我觉得民间团体 我们总是在做着别人觉得 我们就是逆流嘛 对不对 这个社会发展就是觉得 理所当然应该要去盖大楼盖什么 那我们当然是要做的 就比较是逆势操作 就是希望说 不我们觉得什么也很重要 那这个力量当然永远都会比较微弱的 那就是觉得就不要放弃吧 你看我们本来一度要被拆了 我们不也就活到今天了吗 到现在我们还可以在这边 重新的想象说 我们接下来 男感平安工厂还可以干吗 对所以就觉得 其实是可以值得努力的 然后希望是 也许在这个讨论过程中 看看可不可以争取 我们还可以再进到里面 去做一些导览 然后让更多 本来就在里面工作的人 对那边有印象的人 可以进去里面讲故事 先讲到这边 谢谢 谢谢